我眼前的这个就是翡翠的加工机器 从木头上的痕迹可以看出 它使用了非常多年了 转动起来呢就是可以磨自翡翠的 它已经很有历史感了 现在呢依然在用 只不过呢这个就是半机械化的 因为需要人工在下面踩脚踩着 它才能运作起来 随着手工业的不断的替代 这个也就将成为历史 这是介面的一个加工的过程 首先把蜡给它烧热了 然后的话翡翠就能固定在上面 固定在上面之后要开始打磨 旁边呢这个不规则的呢就是翡翠 打磨成蛋面的话是需要先固定住 然后才慢慢打磨的 烧热了然后呢就可以给它沾上住 没沾好掉下来了 看来沾界面也是一个比较有技术的活 还是没沾上 那我们看最后一次挑战 能不能把它沾上 好了终于沾上了 真的不容易 沾上之后呢就开始把这个不规则的形状 磨成蛋面的形状 这个就是磨自蛋面的一个过程 一边手呢在摇转动这个机器 一边手呢在慢慢的磨自这个蛋面 然后旁边呢放有水 这个水是冷却的作用 冷却之后的翡翠呢 它就不会开裂 不会有裂纹了 现在圆圆手上拿的这些蛋面呢 就是用刚才的那些古董器械 给它磨自出来的 纯手工打制 所以它会有一些不规整的圆形 但是也不影响我们大家的佩戴 好啦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期咱们再见吧 拜拜